因为老师以逻辑来做说明 法律很重 逻辑 好不好 你试试看好不好 那数学我慢慢带 那这样我就知道 又多一个法律女孩 那事实上其他我大概都了解了 好来 我们看这里 Delta Q 数量的变动 DQ也是数量变动 很大 很小 Delta Q除Q DQ除Q 一个是变动很大 一个是变动很小 但这叫变动什么比 百分比 变动什么比 百分比 很大跟 很小 可以吗 好 那这个是我一开始的介绍 好 那你来看这里 这个中文怎么讲 我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Delta Q Delta谁 TU 来 一样的哦 这个底是微分量 变动很微 小 这是变动很明显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诠释 来 每多使用一单位 总效的什么量 增加量 那个增加量就叫什么效用 编辑效用 来 每多 来 来 每多使用一单位 总效的什么量 增加量 那个增加量就叫 编辑效用 OK 所以 它会这样的表示 很简单 一个是很微 小 一个是很明 显 就是概念而已 这样懂了吗 好 那这个是定义 所以今天你听完这个三小时的课 对不对 财税男孩给自己一百分 这一百分叫总效用 一百分除以三小时叫平均 效用 每多 研读上一小时的课 快乐增加三十分 那个快乐增加三十分 就叫 编辑 效用 这样懂老的意思吗 好 这是我一开始 对这样的一个注解 好不好 我给同学们三十秒 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资讯女孩 对不对 好 OK 财税女孩 OK 好 好 那 可以吗 国贸女孩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如中男孩可以吗 社会女孩可以吗 可以 日文同学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擦掉咯 来擦掉咯 好 那到底 这些总项 平均项 编辑项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来 我们来看这里 第一 我们写括号二 因为我们就用图形分析 来第一个 球犯看这 这是我们的Q 数量 这个是我们的总 效用 Toto UT 总效用 只要是喜好财 理性的消费者 一定会买 喜好财 用越多快乐会什么家 好 它的模型 大概会成长如此 那你一定说 老师 用越多快乐增加 这边为什么会什么家 第一家 很简单 你去买一只手机 一开始用快乐 是不是增加 可这个手机到后来 会不会坏掉 会 坏掉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很麻烦 开始就慢慢的不喜欢他了 那快乐就会什么简 递简 因为可能不方便 镜头不明显 玻璃坏掉 什么按键 打电话的时候 零按不出来 九按不出来 是不是 有些电话就拨不出去 等等 注入车都可能 好 全班看这 来 这个是Q 这个是 麻烦 这个是 编辑 效用 好 来 请看这里 每多使用一单位 来 新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总效用增加这么多 来 每多使用一单位 来 总效用增加这么多 来 同学再来一次 每多使用一单位 总效用增加这么多 同学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总效用的什么量 增加量 这个增加量 是叫什么效用 编辑效用 对不对 结果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到最高点的时候 编辑效用是几 零 为什么 有没有增加量 没有 对不对 所以 同学有没有发现 这个黄色粉笔的部分 这个增加量在第一 解 可见 各位 如果这个是总效用 我这条线画了就叫什么效用 什么效用 编辑效用 是不是叫编辑效用 请问这有遮到吗 有 是不是 好 好来 所以呢 那 我就把这个图 这个电脑应该是 怎么样 用不到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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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力板可以需要十分钟 好,來,我們看這裡 所以呢,我們把圖稍微畫到這個地方好了 來,我們把圖稍微畫到這個地方 匯到這個地方 來,這個是我們的Q囉 這個是我們的什麼效用 總效用 先增加耳後什麼減 D減囉,各位 各位,這個是Q 這個是Marginal Utility 來,各位同學,我們來看這裡 每多,哎呀,這比較脆弱 每多使用一單位,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總效能增加這麼多 每多使用一單位,你看看 總效能增加這麼多 各位,我們再使用一單位 你有沒有發現總效能增加這麼多 你有沒有發現,這增加開始 D減,直到 各位,我對照效來 Q0 各位 Q0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直到這個地方 增加量是幾 0,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這個黃色粉筆的部分 叫邊際效用 它呈現什麼現象 D減的現象 我想 我想 今天我在這裡 畫下這樣的一個圖形 所呈現出來的就是 隨著使用量增加 邊際效用 會呈現什麼現象 D減的現象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每多使用單位 快樂的增加量 開始D減 代表你對這個商品的新鮮感程度 在什麼低 降低 可以接受嗎 幾乎我們的技術效用分析 剛剛前頭有一個假定 假設邊際效用什麼 地減 就是這樣發生的 所以你去聽歌也好 你去買衣服也好 經濟男孩 還在嗎 還在喔 哇 好久了 比如說男女朋友也好 對不對 交往幾年了 一年多 是不是 大概在哪裡 這裡 那就厭惡才老 沒有啦開玩笑的 所以我這邊想要告訴你 沒有 這就是我下一個要講的觀念 對不對 剛認識的時候 才睡男孩 對不對 是不是 剛認識三個月的時候 八部的早安 午安 下午好 晚安 是不是這樣 還有 宵夜時段 對不對 睡覺前一定要怎麼樣 我要睡囉 晚安囉 你要睡了嗎 還不去睡啊 這麼晚 有沒有 大概就這樣 等到 交往一年多 大概就是 早安 跟晚安 再過一陣子 三天一次 好久不見 不是啊 三天也沒有很久 懂我意思嗎 這叫編輯效用什麼解 地檢 好所以說 今天的技術效用分析 就是建構在 編 記 效用地檢 好我告訴你一句話 考試不在這裡 法律 女孩 考試不在這裡喔 在哪裡 在這裡 不用記 不用背 自然懂 好這是我常 跟這 將近二十二年來 對 二十二年來 不斷的跟同學們 在講述的 來 請問看這 請問看這 可能要講一點數學 來 我把這裡擦掉 今天我們來帶一點數學 好 考上的至聖法則是什麼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勇敢面對你不會的 勇敢面對你不會的 如果 同學們越不會 你越逃避 那我們跟那些不會的人 還是同個group 會計男孩是簡單 簡單 就叫簡單 知道我來講什麼嗎 如何簡單 很簡單你去劃分嘛 他一定會考初塊跟什麼塊 中塊 再劃分幾個大單元嘛 過年農曆除夕前 還有兩三個禮拜 兩個多禮拜對不對 先把哪些單元全內化掉 對不對 發行公債 折價 議價 攤銷等等 諸如此籍 法跟利息法 對不對 發行公債嘛 發行股票對不對 這是不是兩大單元 可以發行公債 也可以發行股票 那也可以投資公債 也可以投資什麼票 股票 天啊 這裡就佔了很大部分 對不對 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會計都放棄了 好 那我們來看這裡 來 來 越不會的 我們越要去面對 開始 全般看這 數學 邊際效用 它的基本定義就是 每多 每多使用一單位 總效用的什麼量 增加量 可不可以 來 請看老師這裡囉 我們量 可不可以把它當成就是 X 可不可以 只是量就是數量嘛 只是我給它一個不知道 叫誰 X 來 效用呢 我就當它是U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DU除1 DX 一般我們就會寫U X 這個UX 代表就是 邊際什麼用 效用 什麼才的邊際效用 X 可以嗎 好 我們再來一次喔 MUY 來定義是什麼 全般看這喔 每多使用一單 為 總效用的什麼量 增加量 好 各位 既然有X4 我也可以有誰 Y 然後快樂會什麼加 增加 來 說穿就是對U中誰為分 Y 所以 U S U Y 就叫什麼效用 邊際效用 可不可以日文女孩 好 社會女孩可以嗎 好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 我先帶到這裡就好了 那我想問你一件事 來 各位同學 如果我把這個Q 當成是誰 AKS 可見 各位 這個就叫MU誰 AKS 基隆男孩你在幹什麼 你的邊際效已經遞檢到 這麼大聲在這裡了 你看看 來 全般看這囉 這是MU S 對不對 來 我請問你一件事 來 用越多 快樂什麼加 增加 是不是 來 那個 踩碎男孩 經濟練越多 快樂會怎麼樣 你看他就回答不出來了嘛 是不是 來 踩碎男孩 經濟練越多 快樂 增加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是什麼才 對 所以我勇敢在這裡寫什麼才 來 不用記不用背 自然懂 來圖形姐 來喜好才 請你們告訴我 這個來 國貿女孩 邊際效用在靈椅 靈椅上對不對 可見喜好才的邊際效用在靈椅 什麼靈 從今天開始 看到邊際效用大靈 叫喜好才 從今天開始 喜好才就是邊際效用 大於靈 有背嗎 是不是自然懂 欸 看我這裡 是不是自然懂 如何懂 畫圖形懂 我說過了 我用生活例子讓你懂 我畫圖形讓你懂 我用數學 證明讓你懂 可不可以接受 好 全看這 激動人孩換你了 激動人孩 經濟約定多 你的快樂 減少了 這就是在講你 來我們看這裡 經濟練越多 快樂是不是減少了 各位同學 所以呢 經濟對來講什麼才 對 厭惡嘛 因為你不喜歡他 假設啦 我當然知道你喜歡的 好 是不是厭惡才 全看這 國貿女孩 你看這裡 邊際效用什麼靈 小於靈 是不是靈以下 從今天開始 邊際效用小於靈 就叫 煙霧才 煙霧才邊際效用就是 小於靈 可不可以接受 懂了嗎 所以我想要告訴你的 一件事情 親愛的同學們 我們的整個消費者單元裡面 講的消費者都是理 性 理性的消費者只會買什麼才 邊際效用 大於靈 這樣是不是懂了 慢慢把它串在一起 可以嗎 30秒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請 裏沒有 可以 吃 小工 研究 搞 我一 Aqui 我先约下